大家再度拿出来讨论的九二共识 其实是作为两岸交流的前提 是2008年马英九奏任之后 才在海基会官方文件出现了名词 而今天要投入台中立委不选的 中国民运人士乌尔开西抨击 九二共识根本没有共识 冲启量这是国共两党各怀鬼胎的一个最荒谬的谎言 延宕22年是在台湾延宕了最久的一个谎言 也是一个最荒谬的一句话 全天底下没有一个共识 它的内容叫做个表 戳穿国共两党九二共识的泡沫谎言 中国民运人士乌尔开西开记者会认为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所谓创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识 最多只是国共两党的一个端不上台面 各怀鬼胎的默契 一中各表 各自表述这四个字和共识这两个字 是语义学上的矛盾 因为共产党没有办法在两岸关系上面 真正跟台湾建立共识 因为共产党不敢面对一个话题叫做主权 他不敢讲 所以他希望模糊 是谁在台湾配合他的模糊呢 是国民党 所以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 王玉琪主委 没有九二共识 当年1992年总统是谁 叫做李登辉 李登辉说什么 没有九二共识 谁说了算 非常清楚 我们也劝马英九总统不要再自欺欺人 瞄准台中立委补选的吴尔凯西认为 当时为了促成1993年古王会谈 各自表述说 在两岸关系破冰的时空背景下有其意义 但二十二年过去 三一八太阳花及九合一选举 都表明马政府两岸政策得不到台湾人民的信任 杨宪宏则表示习近平建新党预募民 首度对台提一国两制 导致国民党选情崩盘 我们感谢香港的9月28的占中运动 79天展示什么叫做一国两制 辣椒水 还有拉横湖 上面写的是不解散就开枪 这就是一国两制 台湾的选民已经非常清楚的否决了九二共识 如果你共产党没有这个能耐 来把你自己的一个中国说清楚 我们台湾可以表述我们的一个中国 主权分割的一个中国 可以是历史的可以是文化的一个中国 没问题 我如果当选立法委员 我会推动对一个中国问题 严肃对待公开对待 我们是民主国家 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要害怕只有共产党害怕 乌尔凯西认为台湾必须得面对的是 中共在国际推销一个中国概念 而他希望前进国会 将提出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两岸关系说法 希望让国民两党正视中国问题 新唐亚台电视陈金教章宣 台湾台北怎么到